《春天的浮雕》 慢慢等 我们接下来有介绍的这一首诗 《春天的浮雕》 请李云云来我们朗诵 我是李云云 《春天的浮雕》这首诗 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的一首诗 事实上我读了很多诗 都不会记得 这首诗比较有兴趣 居然会记得 据说这首诗写的是胡云梦 我想即使是大陆来的人 都知道胡云梦是谁 他在台湾非常的有名 但他最有名的一件事 我想对大陆人来说 可能是因为他是李敖的老婆 李敖的老婆更知道 李敖 李敖当初跟胡云梦结婚的时候 那是非常出了名的 柴子佳人的婚姻 后来的事情那就不用说了 但是因为这一段故事 所以我对这一首诗 就觉得真的是很美 胡云梦比我还大几岁 所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大学校园里面 非常有名的美女 气质美女 这个不是该的 不但他是少男的梦中情人 我觉得即使是少女 也觉得他就是一个青春浪漫的象征 所以读这首诗 我又觉得好像又一溪回到以前 Anyway 我是诗舍的 朗诵对我来说只是想 想把这个诗念的清清楚楚 给你们手上没有诗的这个 你们的读者们可以听得懂 这其实是我唯一的目的 春天的浮雕 诗人《罗门》 李太祥曲 你抱着竖琴 也抱住自己优美的侧影 那是一座照着春天样子 雕成的浮雕 拨弄着琴线 你的手也是琴线 你的法也是琴线 你的眼睛里都是琴线 所有的琴线 将你围绕成另一个竖琴 只能用目静静地看 用心慢慢地想 用手轻柔地弹 河流也是琴线 树林也是琴线 太阳与月亮都是琴线 飘动而来的是梦 飘动而去的也是梦 谢谢 我们请王小丹来演唱 大家好 我叫王小丹 我是诗社的 我也是神州合唱团的 我八十年代知道三毛和橄榄树的时候 不知道李太祥 那九十年代初到美国来以后 好像就跟这些国内的台湾的 这些流星歌曲 这些民歌 校园民歌都隔绝了 所以我真的很孤陋寡闻 如果不是这一次的回顾演唱会 我真的还不会去关注李太祥 但是因为我不熟悉 所以当我看到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好吧 那我就去参加吧 但是好像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也没有去积极的响应 那直到最后 美根找到我说 还剩这一首歌 你要不要唱 我说我根本不会唱 她说我给你CD 所以我说我拿回去听听看 哎呀我这一听 我就觉得这个李太祥 我要经他为天人 因为他的歌真的是旋律那么空灵 那么优美那么雅致 这样的一种美的旋律 是没有办法落到民歌的乡图里去 所以我总觉得用民歌来规范他 好像有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形式 本来就很有限 他这个歌者 他的灵魂或者就是 已经变成了天使 在这个永恒的时空里面飞翔 这一本CD就是叫做天使之诗 那我们地上的熟人呢 也只能是在有限的民歌的形式里面 来留下对他的不舍 来留下对他的纪念和回忆 所以我就学了唱这首歌 春天的浮调 我蛮紧张的 好 待会全身抖动 绝对不是因为缺钙 一定是这么唱 那我就这样子唱给大家听 不要这个了 有点怕怕 你笑着抖起 也抱住自己 有美的侧影 啦啦啦啦啦啦啦 那是一座照着春天样子 雕塵的浮雕 剥弄着琴弦 你的手也是琴弦 你的发也是琴弦 你的眼睛里都是琴弦 你抱着竖琴 也抱住自己有美的尊印 啦啦啦啦啦啦 那是一座照着春天样子 雕塵的浮雕 啦啦啦啦啦 剥弄着琴弦 你的手也是琴弦 你的发也是琴弦 你的眼睛里都是琴弦 所有的琴弦将已绕成灵 一座树琴 只能用目静静地看 用心满满地想 用手轻柔地弹 河流也是琴弦 树里也是琴弦 太阳一月亮 太阳一月亮 里都是琴弦 空灯火灯 飘动而来的是琴弦 飘动而去的也是琴弦 飘动而去的也是琴弦 春天的浮雕第一位唱的是哪一位 猜猜看是琪玉吗 不春天的浮雕第一位演唱的女歌手是 叶茜文 这是叶茜文的第一张博语专辑 就叫做春天的浮雕 所以李太祥个人呢 他对于合作的女歌手 并不是那么的 他的宽容度很大 他曾经有很多不同的女歌手 像唐小诗 像徐景纯 还包括崔台经 还有其他像杨祖君 像钱怀奇 各种不同的音质音色 他都能够接受 春天的浮雕是由罗门 诗人罗门写的词 他也不做计则 他也不做计则 准备 卡了 他就不知道